投资长今天台股好强喔 再创历史新高 来到了20883点 超级强 而我们的标股 谢谢 Jay中华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真的也很厉害 还有元泰今天也是一路早高 两者都是上涨快要5% 但投资长你的标题超级令人好奇的 为什么说载基指数是假议题 反而让台股越来越高 载基指数是什么 我今天讲的非常透彻 因为最近新闻话题非常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也没有经历过 其实台湾股市是真的有经历过 载基指数这段期间 载基指数反而那美股的投资人 不能投资台指期的是利空还是利多 可是我甚至要告诉你 载基指数反而会创造一个 台积电一个历史最佳的无敌买卖点 为什么你要找个最专业的分析师 我除了这个以外我要跟你讲 今天晚上8点半CPI指数的推背图 台湾股市何去何从 所有独家标股总经介绍 这些载基指数的介绍 通通在荣耀华尔街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欢迎收看 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4月10号 台股下跌32点 收在20,763点 市场依然静待今天晚上将公布的 3月CPI数据 以及联准会的最新会议纪要 每股震荡持平 台股则是在营件、军工、生计 以及部分的AI股加持之下 再创历史新高 最高点来到了20,883点 终效型股今天也是活蹦乱跳 只可惜尾盘是受到卖单调节 指数小小的拉回 中场是收在20,763点 或许盘事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粉丝人数最多 央讲座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泽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Coc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你好 台股今天真的是无极限 现在真的是只有台股可以超越台股了 又创新高了 又创新高了 韩国、日本大跌 今天创新高 台币今天升值 最多还升到1.5角 现在大概升0.8角 1.9角 算很多 很多 或什麽资金来了 求劳是买盘 如果今天外资还有买 那就很特别 很特别 记录的人他甚至还统计说3月份 其实外资才净费路 还创一个新高 所以代表说外资其实是要卖台股 卖了以后干嘛 还是parking在台湾 甚至好源源不绝的钱 会进来台湾 等着买台股 很多外资啊 嘴巴说不要 信你什么 想是我要1000元台积电 我要2100、2200台股 而这些整个才会预告在前面的 华尔街的资金拱起来了 对 我说过我还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华西街的资金比较多 还是华尔街 华尔街 华西街是开玩笑的 是 跟他说 华尔街你这个太严肃了 怎么叫华西街这个比喻 但是这个比喻当然要让你听得懂啊 对不对 对啊 这跟你讲吧 难道我想101的资金吗 政教所在101嘛 这个看你怎么想 好不好 那扯远了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只有华尔街看透这一切 只有华尔街跟你讲会上2万点 昨天又有人讲了 只有华尔街的生命加码 今年会2100 甚至可能2200 其实2100不明不难 好看 咻一下 就过了 没有说离时尚这么强的一个多头吗 少人看得到 而且这个强的多头以后 其实赏户是怎么样 越来越怕 因为越来越怕 这行情反而会喷出去 等下我再讲解这些东西啦 我今天标题很精彩 还有晚上CPI 怎么讲解 你一定要看我们节目 好不好 那你说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标股真的也很标 中华市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盘中上涨快要5% 而我们也已经获利快要40%了 再来就是元泰 元泰今天也很强 一路走高 今天盘中也是上涨快要5% 而我们也已经获利20%了 再来是精彩 今天是奋力的向上 今天盘中也是有上涨3% 那还有我们的骄傲就是 我们获利70%出清的星云 但是股价是一卖着 哇之后就跌了 已经连跌第三天了 哇 投资涨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但想问一下投资涨 因为台股给我问 4月份的行情到底台股会涨到哪里去 那还有什么股票是我们现在可以布局的吗 我先讲星云 星云股票一卖就跌了 大家知道我有影响力 因为其实泰泰就是台湾最红的 如果你不认识泰泰 你一定是股市菜鸟 对 咕咕菜鸟最近还会推出一个LINE的贴图 好不好 蛮可爱的 你们可以买一下 好像五六十块而已吧 好不好 有可能会送一些人的好不好 是跟大家送给粉丝们 那LINE贴图绝对可爱 绝对可爱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其实我先来解这个盘 这盘今天晚上的CPI 我先解大盘好不好 好 CPI这个指数会不会好 很重要 现在大盘已经很强了 今天大盘很强了 现在2点52分嘛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今天外资 虽然今天跌我看一下 看台子期 看一下那个什么台子期 美股 美股昨天是有点小收黑嘛对不对 对 等于涨跌互建 应该这样讲 罪犯小涨 然后纳斯达克小涨 今天外资应该有买 应该会比想象中买 或者是说 比想象中买的稍微强劲一点点 我稍微预告啦 不敢说一定准啦 我就喜欢预告你知道吗 对 不然我觉得做节目好无聊 我很讨厌无聊的东西你知道吗 像我常常我在 我在 我们在当福利社制作人 如果说这一个 PowerPoints 以前就看过了 你叫我再看第三次了 我实在没办法 或者说类似的主题 对不对 我就有点阅读障碍 我就没办法 所以我就喜欢就是做预测 所以现在剩下两分钟 我告诉你外资可能会买 因为今天台币大不升值嘛 那这大不升值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那跟你讲 那你看 今天台积电股价标 外资很千元 今天营收出来了 最新营收出来了 这应收其实 有超乎想象中好 因为等于第一季的达成率 大概1.03% 实际上大概就1952亿 1952亿 那个差不多 差不多一小时前的一个新闻 那外资都喊千元了 你不觉得训调吗 训调啦 训调啦 那你看这边 美系外资可能 可能测出台子期 有没有看到 有 就是有没有看到 台积电在台股续上也 一个人50 一旦在三个月内 有45个交易日 占台股权重突破三成 这是我今天的要跟你讲 因为现在很多财经节目 还没有讲载基指数 我来跟你解释 我昨天说 其实这个可能误达误转 反正让台股创新高 我现在给一个中立的选择 好不好 好 中立的选择 你听我 我先不给你结论 我先告诉你 这个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严重 因为如果台股占台基 台积电占台股权重三成 就会出现载基指数了 那载基指数就是 哪个载 就是这个载 这个载 很载的载 台积太肥 就要载这个台积电的载 开玩笑 不然这个载 那个叫肥基指数 不应该叫台积指数 因为台积电太肥了 好不好 肥基就会变载基了 OK 好啦 就是说会占 就是说台积电占台股三成 就不能买台子期了 可是不能买台子期 其实美国投资人 占台子期的交易部位 大概0.7% 很少 对啊 也比我想像中少 这是政据局讲的 那政据局有统计资料 那以他们为主 那占 占百分之0.7% 算很少 0.7%很少 第二个 其实载基指数 你以前 有没有听过 以前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我各个节目 各个影片 基本上 应该说我各个影片 各个报纸报章杂志 所有的杂志 财经杂志 我基本上我都会看一遍 然后报纸我都会看一遍 然后国内国外的报纸 我一定每一天都是我该做的事情 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讲 就我印象中 载基指数以前没有出现过 那我怎么想讨论 大家很怕两万点 找个理由来做空 我不要说来做 不是他们做空 找个理由来讲空 好比较有卖点或怎么样 其实载基指数在2021年的时候 2022年的时候 就已经实施过了 你懂吗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你需要专业的分析 来告诉你 对 2021年 2021年的时候就实施过了 那你看到台湾股市 那时候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的时候在这边 台湾股市怎么样 还在展一波嘛 那时候差不多2021年的4月1号 也是愚人节 那时候一万六嘛 有刹下去有拉起来 有刹下去有拉起来 到最后来到18619这边 那有影响吗 没影响 没有 它就是区间承计平台嘛 这是2021年的4月的时候 实施的 因为那时候台积电太强了 那时候台积电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 好 2021年 有没有 那台积电可能 你看那时候已经从开670块以上 有没有看到 679嘛 连续45天嘛 所以到这边 都还在600元上 有没有 600元上台积电 有没有 然后就跌下去了 我说 600元上台积电是怎么样 老天爷送给礼物 所以载机指数出现 只是告诉你了 一件事 来先记起来结论1 拜托你记起来 台积电比想象中贵一点点 贵一点点 那贵的定义 看你要不要买 你听懂吗 因为这600元 它你还是可以领鼓励啊 记起来 台积电比想象中贵一点点 2021年4月 这边 那时候是600元 后来就杀下去了 有没有 你看是不是杀下去 砰砰砰砰砰 还杀到379 对 370元的时候什么时候 10月26号 你知道载机指数什么时候结束吗 它是2021年4月的时候开始 刚好在2022年10月24号怎么样 结束吗 对 太巧了吧 而且10月24号结束的时候 因为10月25号继续跌 因为跌到370元附近了 听懂吗 载机指数结束后 反而是台积电的最佳买点 不一定是台积电的卖点 可是的确偏贵了 不然说你记起来这东西 好不好 没有分析师告诉你吧 没有 所以你 载机指数每天 喊口号 因为很多人喜欢喊口号 喜欢唱歌 AI作曲唱歌 载机指数 你来很多专业的 这点是载机指数 为什么很简单吧 因为我现在 载机指数是因为台积电太肥了 肥机了 太贵了 你把他瘦剩一下 瘦剩到哇 已经到30%以下了 那基本上他已经跌很惨了嘛 他反而上台股权重 可能30%几% 你现在跌到30%了 你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已经跌很惨了 为什么 你要记得这件事 台股也跌 台积也跌 一起跌的时候 载机指数是不是怎样 还是一样 比例可能没有减少 我听懂吗 台股假设跌2% 台股假设跌个400点 台积电跌2% 你觉得载机指数会影响吗 没影响 没影响啊 因为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 还是一样很肥啊 很重啊 固定 那这个时候 可是如果台股跌个5% 跌个1000点 台积电跌个7% 跌个10% 只有台积电超跌的时候 才会取消载机指数 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才会下滑 懂吗 听懂吗 这演示哦 好 我今天台湾股市跌2% 现在大概2万多点嘛 2%就是400点 台积电跌 跌大概16块 2%16块 台股也跌400点 都是2% 嗯 这个比重 台积电占台股的比重会下滑吗 不会下滑 理论上就是没什么下滑 下滑也不多 嗯 可是当台股跌5% 嗯 台积电要跌个10% 嗯 7% 嗯 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才会下滑 懂吗 这时候才会取消载机指数 那这时候取消载机指数代表的是 台股已经跌很惨了 你台积电跌更惨 或台股没什么动 可台积电跌很惨 真的吗 嗯 那这个时候取消载机指数 就是个绝佳买点 懂吗 嗯 那载机指数的成立 嗯 只是告诉你台积电不便宜了 不代表要马上做空 可是载机指数的结束 是告诉你台积电跌的真的有够惨 跌的比大盘惨很多 你应该用力买 所以载机指数反而是一个观察 什么时候可以入手 嗯 台积电的最佳实际业 有记起来 有 有没有分析师跟你讲这件事情 没有 没有 因为很多人看我的节目 你要找专业分析师好不好 我不喜欢 每天今天讲展示板 很无聊的 好 因为我就喜欢人家还没讲的东西 好不好 你去查 因为我叫你们福利社 去做我们制作人 我身兼制作人 很多资料 其实很多资料 我给大家去查 查一查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赶快做个解释 当然福利社 今天也会做个解释 福利社的字卡根本漂亮的 只是我告诉你 结论真的懂没 懂了 载机指数成立了 你不用紧张 嗯 可是载机指数成立 代表真的台积电有点肥了 有点长得有点多了 嗯 要小心注意 可是不用马上卖 好 卖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好 好不好 好 就告诉你这件事情 可是 如果载机指数已经成立以后 又取消了 代表台积电跌非常惨 嗯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用力买台积电了 知道吗 yes sir 懂吗 懂吗 那个权重比动 你自己都可以算一下 有没有进入学到东西 有 有 今天如果学到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来 来 我们开始喊口号的时候 顺便看一下点语率 好 首先点语率好像最高没有 设计就大概要3,700吗 一梯 没有 做多少 最后 3,500 所以不重音不远 有3,500 那你看 今天2,200多人 最近直播人数变少了 之前 之前很多人 意思是现在买台积电也太贵 看你怎么想的 我说现在买台积电不便宜 不便宜 不能说太贵 不便宜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对 基本上会说美系外资比例不高 我跟你们讲的吗 0.7% 对啊 可是这不是重点 比例高不高不重点 而且 等一下再跟你讲 我看台子期的一个权重 毕竟他会影响 他唯一影响到台子期 他不能下张台子期 美国投资人华西街 不是华西街 华尔街的投资人 不能下张台子期 那不能下台子期 我等一下看下这个时间的变化 或资料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妈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来个留言 今天留言什么 今天留言我们来留言 就是20833 20883 20883 今天台湾股是最高多少 20883 20883 台股发财 发财 好不好 蛮顺的 20883 台股发财 来 外资卖超2亿 没有想象中多 可是至少没有卖很凶 好不好 对 卖超2亿 投信卖超6亿 那这个我就快去骂个来 最新资料 外资卖超 投信卖超6亿 外资小卖2亿 可是我先问题 那今天台币生殖 生好玩的 那台币生殖干嘛 进来就是要买台股 大部分买台股 没有说全部 所以这些资金到时候 会是台股的一个最后中流瓶住 一定要记得有这些东西 好不好 那今天来留言 台股来 20833 对对 赶快快 台股发财 我给大家10秒时间赶快来 因为你要对自己有个信念 你记得我会赚到钱的人 一定是属于什么样 支撑到最后的人 你看台股50 之前我赚1000多万 昨天有人跟我留言 这我赚好多 赚的比你多 我是听得难过 因为明明我可以赚到3000多万走 是 我到今天可以到3000多万 可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是股市 也是一个长期耐力赛 会赚到钱的 一定是比较相信我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股市本就看长远 如果你不是看长远的 基本上那时候 我叫你500多块买台积电 跌到400多块 你根本不会理我 何况300多 我还叫你再买进 对不对 2083台股发财 赶快洗盘 洗盘 给大家最后10秒钟的时间 什么时候还买带贴图 理论在礼拜一 而且这赖贴图 我因为这赖贴图 我大概开了20次会 希望你能满意 好不好 希望你能满意 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你还有钱 用力买 我不会害你 都是我发明的名言 发明名言 知求对决 台股我知求对决 舅舅见诚 见诚来看一下 每次他讲的跌很凶 来 20883 赶快先留言这个东西 你这个时间问股票 我不理你 我反而不讲 来 我们先让口号 让他们知道我们众志诚诚 20883 因为台湾股是今天20883 是的 台股发发财 发发财 美债美债就CPI 等一下会一起想 不要不要 刘嘉玲的题目 我不要跟他讲 我管你是刘嘉玲还是梁朝伟 不理你了 现在赶快是留言 现在是留言口号时间 人数2400人 对没有错 可是Queen赶快留言这个 赶快赶快 代表我们粉丝很多好不好 吃豆腐有 我之前吃豆腐吃不到 现在的确会人数少一些些 哲哲可以送贴图 我有考虑啦 只是其实60块你可以直接买 只是有些人我可以考虑送什么贴图 因为有些人不会买 有些人他不会去 他不知道赖怎么存钱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赖怎么存钱 这些人我可以帮助他 我考虑 是你真的 可能年纪要60岁以上的好不好 来来 最后5秒钟 200883台股发发财 5你帮我喊 4 3 2 1 停 停停停 不好意思 台股发发财 有有有很快了 很快 今天字比较短 应该比较热的 去较快 那他们知道2000多人的粉丝 所以你看到我的确是台湾人 粉丝最多 因为 我有那么多粉丝 像我这样自动自发 所以不用考虑了演讲 演讲把它留下来 5月11号 5月12号 母亲节那天 我是怕你要跟你家人吃饭 你先把他时间留下来 5月11号 是5月11、12吗 对不对 5月11号是高雄台中 你高雄台中的你就挪到12号吃 台北人12号吃 你就挪到11号吃 因为12号礼拜天是台北厂 早上到中午 OK吗 OK吗 所以这么多 看到 快留言快留言 这么多 你看台湾发发财 发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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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您要选粉丝最多的就是我 好不好 记得 所以载机指数 有跟你讲这些东西 那我们再继续探讨载机指数啰 因为很多新闻讲 我就假议题 可是我觉得学到东西我也没关系 嗯 那你看 可是你看到载机指数很特别的事 很特别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我昨天不是说载机指数 因为载机指数的关系 反而有机会做多 嗯 可是我查了一下这个 等一下 你看一下 2021年4月1号载机指数生效 你看空单怎么样 减少的 你说减少也不好 可是你看 这部分那时候在干嘛 都多少口 空单都一万多口 嗯 你什么时候看到空单这么多口过 就那段时间 所以我不排除啦 就是说 在载机指数 可能一生效 很多人认为台股超涨的 会开始怎么样 买 做空 台子棋 不过你要注意一个特别的事 你看到三万六啊 到三万八 什么时候看到这么多口 史上最久时间 有台子棋空单 这么大量的 而且这么长时间的 都是空单口数这么多的 就是2021年那时候 那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说好什么 所以现在我知道答案了 因为今天政棋会 那个 政棋局有讲的嘛 就是那段时间失失嘛 我发现哇 新闻记者找议题来 不过让我学到东西也好 因为其实 如果那时候他们就报导载机指数 我一定有印象 我每天看文章看节目的 我每天一定看一堆报纸杂志 我绝对是你看过最认真的本 其实绝对是 因为我人生就在做研究 我可以慢慢证明给你看 好不好 我慢慢证明看 我慢慢证明看 我绝对是比你看到任何分析师都认真 所以那时候我看了各个报章杂志 我没有印象中有载机指数 可是那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空单那么多 所以载机指数反而启动了 会有一个警觉效应 可能会空单会比平常时间多 请你比GRNG好不好 好 所以我要改正我昨天说法 可是你不要因为这个空单受影响 因为台湾股市怎么样 那么段时间怎么样 来喔 好 那么段时间还是怎么样 有上有下有上有下 中长期而言的确到最后 从18000跌到12000 可是你不能这样讲 如果台湾股市过了三年才走空头 你说哇这个三年我赚 这我避开三年后的空头要干嘛 你很厉害吗 我觉得蛮悲哀啦 你听懂吗 你听懂吗 载机指数取消了以后 台积电占台股权重不再三成以上了 台股跌惨 台积电跌更惨 跌超惨 反而是台积电370的时候 股市就是一个起起不复 在能力点 AI的确改变人生了 可是AI也没有全面性的改变人生 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我脑海里 所以我告诉你 接下来如果载机指数 我看起来载机指数是会实施的 第二次实施 所以到时候空单变多了 一定有很多分析师告诉你 什么 台股我要做空喔 这个就是典型的 就像我不认同 我不认同有些总经的 有些YouTuber 网红跟就很多财经的知识 以为了解很多 结果找了试试的资料 我真的不认同 因为你需要是一个分析师 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我答案就是载机指数实施了 空单会比你想象中多 可是空单多 大盘不一定马上跌下来 可是载机指数的结束 代表台积电跌非常惨 占台股的权重比重很低 这时候你要用力的买台积电 甚至做多台子级 具有这些逻辑 然后载机指数的建立了 大概再过个20天吧 建立后 就是实施生效后 可能会有一些空单 会提前布局 甚至那段时间空单也很多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开始空单 会多一些 好不好 这个呢 可是空单多一些不影响 只是你不要看到空单 看到黑人打枪 然后就很多做空 老师告诉你 你看到台子级 现在空单那么多 外资在做空台股了 不一定 你听懂吗 OK吗 赞同了没 今天讲的有点难 听不懂没关系 就是看重播 看网络影片多看几次 好不好 OK吗 还有今天晚上 来 可是外资有经历过载机指数 的确 可是我跟你讲 他有经历过载机指数 他的确有别的方式 可是载机指数 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警钟 对他们来说 是什么 提醒他自己 台股店的比重 的确过高了 他可能会做个避险 好不好 好 来 4月10号 外资卖超24亿 为什么 为什么四瑶跟我讲说 只卖2亿 你这个是 为什么 有没有 没关系 我等四瑶跟我讲答案 我还是比较相信四瑶 还是你把上柜东西 拿进去 来 卖超24亿 我看只卖2亿而已 四瑶是不是你写错了 你一个是2 一个是谁对 一个是多10亿 多10倍 一个是卖超2亿 对不对 我看也是卖超2亿 是卖超2亿 是不是 卖超2亿 那他搞错了 所以是卖超2亿 然后跟6亿 你看这个 如果是我助理会被骂 郁城 看到哪里去了 现在暂时还不能当我助理 卖超2亿 这小数点完全一一位 2.4 卖超6亿 OK吗 所以你看 哲哲每天都要很多资讯来 对吧 很多人常常每天跟我报名牌 有些主力自想要靠我 然后出货 我说我不出货 我年轻都跟他讲了 我节目上跟他讲 所以到时候很少人找我 或者有些主力可能 假装很散户 然后报告我资讯 告诉我资讯 我都不理 我一定是我以我眼见为皮 一定是以我们研究团队为皮 而且这个研究团队成员们 我一定是关他一阵子 我才会相信他讲的话 因为我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要 利用哲哲去拱他的股票 你听懂吗 因为我太有影响力了 我们今天去买星云第二的时候 怎么样 就直接拉起来了 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简讯 所以今天有学到东西 有 我们感觉到 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这些东西 逻辑 记得 所以到时候如果 基本上载机指数 会在第二次成立 然后第二次成立的时候 你看到空单 在成立之前 现在一个月内 你看到空单大幅度增加 很正常 因为上次载机指数成立的时候也这样子 没有人觉得可能台积电过高了 我买台积电 边买台积电 我边避险 OK吗 好 请买进星云第二 挂在叉叉原买进 一买进的时候 这个股票拉起来 没关系你有本事 你就查这个时间 有没有什么股票拉起来 好不好 你就知道我有影响力了 那为什么我要买进星云第二 为什么我要买进星云第二 因为我们星云已经获利70%了 因为星云第一 就是第一个星云 就是星云已经走掉了 好4月3号的简讯 请卖出3583星云 360云以上都可以卖出 已经大赚超过70% 已经出掉了 70%了 70 这是简讯会员 没有夸张 你怎么台上分析师会赚70%走 我就贪心 所以你参加会员 你不能说有时候赔个10%你收不了 但你10% 20% 我觉得都正常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我要赚 赚70%很正常 你不能说我要骗你 我赔只赔5% 我赚就赚70% 无扯 你去跑任何软体 你最好是赔1%就走了 你看每天被扒扒扒去 手续费也是成本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单冲到最后 心脏不好 肾也不好 然后高血压 因为压力很大 到最后也没赚上钱 为什么没赚上钱 因为都搞到手续费去了 那时候其实前几年 那个韩运股 2021年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韩运股从大概2、30块 涨到200多块的时候 那时候流行单冲 结果郑教授的统计资料 统计到怎么样 单冲赚钱 所有人单冲赚钱 然后赚几十亿三百亿 可扣掉手续费以后怎么样 变赔钱了 所以手续费成本要算进去 你不要这么动着 就一直换股票 或者5%我就要走了 你这样子很容易被扒 扒来扒去 我们又不是怎么样 卖单老 你怎么知道我讲这个 BLABLABLA I LOVE IT OK 请卖出3583星云 360元以上 都可以卖出 那我们4月3号卖出了 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车车 怎么样 在大家不敢卖出的时候 我卖出了 我请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啊 星云是刚突破的对 对 在这边啊 在真跟红K 你一般人 你在这边你会卖的还是虚一虚爆 虚爆 会虚爆 为什么会虚爆 因为感觉就是会涨上去 好会涨上去嘛 所以你需要一个分析师告诉你 会跌下来的 而且大家知道我卖掉了 反而怎么样 就会怎么样 跟着一起卖 就会跟着一起卖 这只是有怎么样 有影响力的 我不是故意要去影响这个市场 而是看我人太多了 你懂吗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是不一样的分析师 就跟大家讲 见准再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不用担心 好不好 来 所以我们先看今天直播人说 2890人 我下一个让我们先提好休息 只要喝个水 我告诉你下一个 告诉你一些股票 见准台积电的股价 还有一些很强的中华 你很强嘛 中华要赚几十% 我懶得算 等下输给你看 然后重点是今晚天晚上CPI 所以只能看根本没休息的时间 意思是我一定要 我先解读给大家听 很多同意可以开始 用我的解法 解读法 去跟大家解释这些东西 那你到时候如果真的空单大增 你不要说哇真的你好厉害啊 只是理解能力跟逻辑能力跟想象力 其实的确比一般人好很多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直去验证这个事情 好不好 我不怕比较的 因为我知道成功一定属于最努力的人 最努力的人不一定成功 可是成功绝对属于最努力的人 我认为我自己天生适合这个股市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消息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错过幸运70%的报酬 你要不要错过幸运第二 我跟你讲我错掉以后 我说我还没准备 我说今天要买我就今天要买 所以你要买的话 那我欢迎来一下 选080668085 或者加入LINE 拜託脸书的你都不要相信 脸书7000以上的 才能相信 7000以下都不要相信 脸书我没有到很用心之音名 因为脸书太多假冒的 我受不了了 所以最好就加LINE LINE你要看清楚 多一个A少一个A 你点进去 画面 是不是点进去画面 就可以看到他的LINE 可以看到他的ID 是不是 是可以吗 点照片是可以看到 好像点照片可以看到 是不是 等一下把我记得点一下 点照片就可以看到ID 如果不是巧合手的SE78 拜托不要强行 好不好 记得以这个为主 太多人假冒我 所以你一定要 以我节目上影片为主 既然以我节目上影片为主 就不要 私立下来再问我一次 这是不是假冒的 每天我回答不完 真的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 最优秀的分析师 找最红 这么多人假冒的分析师 正牌的分析师 欢迎来店 恰群080668085 或怎么样 加LINE 私信我 告诉我需求 等一下我有更多标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晚上要公布最重要的数据 就是CPI数据了 那我们请投资长帮我们做一下行情推背图 我很头痛 你知道吗 头痛啊 我刚才才看个LINE而已啊 就有人说投资长这是反冒的吗 才刚刚才看 我刚才看LINE啊 因为我身边看一下人跟我对话 我不跟你胡扯 你不去看 正反一堆反冒我是怎样啊 有写赞助的都是假的 某个仲介 朋友啊 嗯 你说你说你去说 我有看到那个FB都会跳出来 什么什么 FB表单 然后写个投资长的名字 然后赞助 这个是假的 你知道吗 我就给你看了 刚才对话三点多分而已啦 这不能造假啦 实在是很烦 来我再给你看贴图好不好 好 好烦喔 太红了啦 所以你要找红的分析师好不好 来 马上给你看 起死 好 怎么看是不是假冒的 来 好 先来看一下 你看喔 刚才而已喔 郭老师这是您的吗 三点十六分 他问是您的吗 还是变冒用的 但是变冒用呢 我讲过啊 上面先什么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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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样 假的 我才不在脸书做广告 气死了 烂脸书 对啊 我没在脸书打广告 只要赞助是假的 知道吗 知道 OK吗 这个你看表单 三点十六分刚才的事情啊 嗯 气死了 画面给你 某一个仲介朋友 对啊 来 被某用了啦 对 好大家知道了 不要被骗了 不要被骗了 每天都花时间浪费时间 对 对 比如说这个LINE贴图 这个也是一样的贴图嘛 那看起来怎么一样贴怎么办 点这个里面进去 好 诶 然后就出现什么 188% 不是啦 出现这个 不是这不是重点的 你不要 重点什么 重点是我们的人数 人数 所以我们看到 15万人 犯罪集团 讲罢集团没有那么多好友 对啊 所以15万人 是不是台湾的LINE贴图是最多 绝对是啊 哪有人发LINE 发到一个月是50万 神经喔 这态度好多喔 我去那个 台北五星级饭店 信心区饭店 办个演讲 给我收个几十万 起死了 超酷 我要跟他说我要杀架 我说台北小巨大巨蛋 打半球一场52万 为什么 我只要几十万 都可以去大巨蛋办的 早知道我去小巨蛋办演讲 我跟你讲 喔 还是不给我杀架 说跟你讲 你下次 我想办完这次演讲 我要休息一两年啦 你要不要来 你自己随便 那个劳力又三财 嗯 对 好 四万人有没有 这个不能造假 点进去就知道好不好 好 不知道没关系 就是点我们节目标题啊 ok吗 懂不懂 点这边点进去 这边起歉人观看的时候 按账下面有个标题 点一下或点这边标题 点这边或点这边 点看看 就有怎么样连结了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烦 每天在处理这个东西 乍便都按红冷 真的 这头上席路要先听歌啦 好听歌了 好听歌 哎呀我都忘记了 来来 这个真的真好 来来 提醒我 载机子书是不是利空 我刚才解释的 不是利空 不是 那我们来听首歌 台股就天天噴 每天噴一直噴 上次我找周杰仁来跟我唱歌 我是开玩笑的 周杰仁曲风啊 你有周汤好吗 帅道分是好 有 还有Blackpint的 J-POP K-POP的音乐 这次我来 我来怀旧一下 SHE SHE SHE变怀旧了 10年前的曲风 SHE 的曲风 载机指数 是利空 可以了吗 还没 好了跟我讲一声 台股就是天天噴 每天噴 但是台股 最近台积电长太多 这些东西好不好 好 那我们等我一下 赶快 好了吗 你不要不讲话 你要跟我讲好不好 好 那我们要等一下 好多久 几分钟跟我讲 好几分钟后我们才行 还是先看CPI 就是因为我们的金晶 他在没有把音乐搞好 我等一下就金晶出现 来我们背后 让他上镜头 他就会吃惊了 大吃一惊 来好了 来喔 3 载机SHE的曲风 来唱歌 3 2 1 想太多台积器 就要变成载机器 说好好 怕你过头自然 断门头是台积器 每百会是大理好 台股叔好 很SHE 有没有很SHE 有 你是第一次听到吗 对 好 就这样就这样 有没有很SHE 我请SHE来帮我们唱歌 是AI的 所以台积电还是有梦 你不能因为载机指数 载机指数只是告诉你 可能外资可能会做一些 避险 避险的措施 可能他不能 他可能 某种警讯他自己觉得 可能台积电 可能 就是比较太高 稍微避险而已 然后可是载机指数取消了 代表台积电真的跌人产了 反而用你买 那时候就是我占你还要钱 赶快借钱买台积电 不要看一下 不要真的借钱买台积电 怎么样都不要借钱买股票 只有解定存来叫你买ETF 我那时候都8523点的时候绝对有讲过 很多粉丝就那时候变我粉丝了 所以今天主角是联巴科跟联电 来我们来看联巴科跟联电 好 有没有 联电其实也是高股息 我搞不清楚联电为什么高股息的比重不够高 你看这样拉起来 昨天不是跟他讲说OK吗 所以这人要喷出去的 我以前有个讲法 讲法什么 台积电出以时应该联电 怎么现在没有 补涨行情我跟你讲 你不要到时候说没有 我跟你讲 在这边买不会受伤 他也是少数高股息 没关系 我跟你讲 到时候涨上去 很多高股息就把他比重变高了 相信我 高股息ETF好不好 那最近高股息ETF 919、949 看起来其实都有在 往里奋斗往上的过程好不好 好 最好证明就是说 这些高股息的成分股 开始有一点要反弹迹象 除了神机以外 神机怎么看 跌啊 跌就变高股息了 就很担心 因为我说过 譬如说940 他成分股 他可能发到股力 他可能会剔除 可是剔除完以后 怎么样 可能别的高股息的成分股 会买他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最近940的 规模也变大了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 陆续买盘 本来1752亿 我如果没记错 一开始先笑话一点点 现在已经快要接近1800亿了 所以台湾股市ETF的资金 会远远不绝 以前是买那些垃圾债 你知道吗 高收益在 现在买这些高股息ETF 我觉得反而是有利于台湾股市 所以内支要进来 内支持续进来 外支要进来 你在怕什么 那刚才讲二四二一的见诊 怎么看 见诊根本就不用怕 他还是在这个区间成绩平台 有什么好看的 我也不知道看什么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看什么 觉得这个区间成绩平台 有什么好看的 是不是 对 不用怕 不用怕 只是没有想象中强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好不好 好 可是他会相对抗跌 好不好 股市有时候就是要等待 每天马上 拜 拜那个拜年的 每天过年的 2376的技嘉就比较弱了 本人应该拉起来 就没有拉上去的好不好 还有尾串 尾串你头上怎么看 尾串在止跌 尾串我跟你讲 尾串你不要觉得这一个人不行 他只要随时一根斩一根斩平板 就喷出去了 所以尾串的现行完全没被破坏 还比刚才那个见者更漂亮 因为他只要再一根 一根就够了 突破130 我跟你講突破130之下怎么样 就是160 就看160 不要说不可能 尾串拜托你 你一定要列入你的成分股里面 选择股票里面 他只要再一根 突破130块 甚至突破133元 这边你反而要开始追高 记得好不好 记得我这一说的话 3035资源有没有 开始也在打底 等一个Nike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怎么样 再一次买进 好不好 我都讲清楚了在这边 是吗 300 我是说370是 1T 370 370 就那边 上吻370再去追 那连电都拉起来的时候 世界有没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老二老三真的有机会 好不好 记得你讲这些东西 今天台积的法说也讲的 载机指数也讲的 台湾则我再先跟你讲 可能空单位增加的比你强中多 因为历史上 我那时候 因为我每天 因为我跟妳讲 则则其实有台指席分析师 有那个 有奇卧分析师指导 载词事аков 实实实实实沒有在炫耀 不好意思 而且我是全台湾第一批考膳的 全新一批考膳是 就跟大家讲 这几年前 好凳哦 快20年了 知道我年纪 王宝专也等了18年 就是你吃什么 吃sk2吗 塗sk2吗 宛寶餐 等什麼 薛平貴是不是 我忘記了 等了18年 夠了 所以一個宛寶川就對了 好啦好啦 冷笑話 對啦 冷笑話 所以哲哲也有期貨分寄師 這種很正面思考 以前我菜鳥的時候 人家叫我講期貨 我很排斥 因為做期貨壓力很大 現在我也不排斥 最近期貨會員 本來賠錢了 後來倒賺了 那時候一路做空 有幾位會員來找我 又一路做空 我把它翻多 後來反而倒賺幾百萬 三千萬的都有 因為最近期貨多多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你有期貨的問題 你也可以來找我 想要參加會員 但是期貨我清代的價格 會比方貴一點點 所以你有口述 至少要10口以上 能做10口以上再來找我 會比較好 好不好 無口10口以上 因為期貨我是用清代為主 這樣比較可以知道你點位 就跟你講 現在幾分了 40分了 還有什麼股票還沒講 我們看一下 CBI呢 CBI 對 謝謝你 我先講元太 元太 元太是再一根就可以噴出去的 好不好 電子紙這一塊 有機會 再一根噴出去 再一根 204中華 中華好恐怖喔 好強喔 好再唱嘛 我跟你講小韓唱的中華 沒有你那個 沒有你這個 威風的感覺 你唱一下 3 2 1 我愛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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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花悠久 等一下 你這個中華民國倒了 我感覺 這不行 這不行 我聽 我覺得你今天唱得不好聽 他不覺得感覺好像怎麼樣嗎 好像當那個軍人你知道嗎 壯烈 就是 關緊閉啊 留贏啦 別人動八動 別人腰八動動 就離贏了 你個動八動動 還可以繼續留在 留在均勻裡面查看啦 居治教育啦 你怎樣 沒放假難過是不是 所以摩爾福利不太好是不是 不要這樣這種歌嘛 看起來小韓還是比較好聽 小韓你想來喔 他自己來了 自己站起來了 想要站起來了 小韓要不要PK 可以來一下 可以來 我覺得你比較好聽的 那中華感覺中華民國已經倒了 對啊 來快點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繼續沒關係 文化悠久 無波抵達 這樣就可以了 好好 這講下去變政治級了 有人覺得 有人先認同中華民國 有人先不認同 不管啦 反正中華記起來沒 你看這兩個人PK 今天那個 DT唱的那個 一點都不high 對啊 最高贏大展 多少 來念一下今天簡訊 小韓你可以回去 4月10號禮拜三 恭喜2204中華 股價連漲六天 再創歷史新高 最高已經大賺快40% 首相持股 獲利虛爆 我跟你講喔 現在股票還沒很好操作 很好操作你就知道我厲害 買什麼展什麼 我現在算是普通時代 可是你不要等我最好是參加會員 你要等到我操作還普普的時候 你懂不懂 走那個普普風 操作普普的時候 我普普風在開玩笑的 那個藝術 算了不講那麼多 再吵那麼遠太好 中華 我操作這時候普普 你要來找我好不好 不要等我操作好的時候 知道嗎 70%只要普普而已啦 有聞到是不錯 很棒 結果賣了以後 跌幾天 3天 有沒有每天跌 每一天 every day 每一天中華賺40% 是不是 元泰賺20% 我都沒辦法騙你 元泰之前好像賺過錢 元泰這個是好幾次進的 最後一次的 我只是想最後一次進場 不然真的要算之前幾次都超過100% 知道嗎 先打個 股價大漲4% 即將挑戰普段新高 贏當然快20% 元泰現行很漂亮 中華真的好漂亮喔 中華怎麼辦 MG的車真的蠻好用的 我就說我身邊 我那時候就跟你講 全台灣哪一個人為了買股票 親自怎麼樣 到現場去開開看的 就我啊 我也沒開MG的車 為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 我就跟巴菲特一樣 就是生活投資學啊 嗯 不是嘴巴說 我都跟你講邏輯什麼 我第一次坐到MG的Uber的時候 我還跟你講一個故事 我說 我看到Uber 我說這個車 我旁邊的朋友還說 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很高級耶 每次研究車看起來很高級 這個 跟你那台賓士是不是看起來很像 我說怎麼看起來是賓士那一雙 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它都是反賓士 就像小米啊 像小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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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車子也是 反那個反Poge的車子一樣啊 來 一看就知道 有Poge的人一看就知道 我一看就知道這個就反的啊 好 扯遠了 可是MG的車他真的有質感 那看看喔 才100萬左右 100萬不到 但他會想買啊 因為不是每個人了解車子啊 你有了解車子嗎 我不了解車子 看起來像賓士就夠了吧 看起來 100萬的價格 100萬不到價格有感覺 300萬的賓士的感覺就划算嘛 對 而且現在通貌膨脹很嚴重 所以中華蛋蛋蛋糕不會噴出去嘛 所以就噴出去 所以中華我賺40%還沒走正常 我想要賺個50、60、70% 行不行 你想要賺股票70%是翻倍 你要來找我 一定要來找 因為接下來股票很多會翻倍好不好 我不去世話不去馬後炮啦 對耶 還沒有CPI耶 經紀人要提醒我啊 在旁邊 都完全CPI了 今天有唱歌嘛 又有CPI嘛對不對 嗯 有 CPI 趕快今天晚上8點半 要加油Line喔 喔 當然是以Telequin為主啊 因為Line 有時候我覺得不重要 我覺得CPI不重要 就不會發啦 理論上今天我還是會發文章啦 來 今天只要來到 3 CPI然後3.2 直接就要算2萬1囉 好 先跟你講喔 3.4有沒有可能 有 因為我現在都要標準很低了 因為我大家預期從3.2到3.4 是不是代表CPI會增加很多 但現在我只要不增加 就變利多囉 嗯 所以因為標準很高嘛 我不是標準很高 我現在 出手我現在對他標準很低 我對他沒有很嚴苛 就像我對一個 我對一個中錯生 來 你現在本來成績本來30分的 嗯 我現在只要60分 Bravo CPI也是一樣 從3.2 3.4到3.4 通膨大升 可是我只要現在CPI 再來一次3.2 以下的話 馬上漲 追記起來3.2以下 挑戰2萬1 3.3到3.5 這個區間震大 3.6以上 回測2004 CPI那時候我第一個講 後來不樂就是因為最近CPI都沒降 等他降的時候 你知道CPI很恐怖 美債就可以買 美債現在閉著眼睛買好不好 有閒錢就買 但是閒錢不是買股票錢 那兩個不一樣 有定存錢去買美債 他只有匯兌風險 沒有倒閉風險 這不是我說 是教科書說的 美債沒有倒閉風險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所以買定存 放定存跟賣美債 我覺得美債我比較喜歡 但前提是你都要跟買ETF一樣 放了比較久 你看我不論是美債ETF 跟股票 跟台積電載機指數 全台灣哪個分析師 像我講那麼 講這麼透徹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最紅的分析師 真的了解這些所有的基本面 而且最會賺錢的分析師 再給你看一次怎麼樣 元泰 元泰 賺20% 有沒有找 沒找 中華賺40% 有沒有找 沒找 星雲賺七十分陣 才走 走了以後買什麼 星雲第二 今天乾淨場 所以還在成本價附近 你一定要來找我 歡迎恰群 08068085 080來來幫我 20883 台股發發財 還是繼續發財 還繼續創新高 CPI公佈後 會不會跌破大家眼鏡呢 如果真的跌破眼鏡的話 歡迎來恰群 080668085 080 080066 幫你幫我 或加偶賴 私信我 告訴你 你有賺錢需求 也預祝各位怎麼樣 享受這實戰 最大的錢潮 最大的熱潮 的高潮 台灣股市 再次突破利益新高 我們一起來賺大錢 謝謝各位 星雲第二列車要開車了 趕快跟我們一起上車 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